小甜甜在今年1月初发长文透露自己遭前夫宋先生家暴 双方还因此闹上法院 三经由检方征办后 宋先生被依伤害罪起诉 不过男方也随机对小甜甜提出伤害告诉 认为双方都有动手 当然也于2月召开调解厅 会后男方向媒体表示自己撤稿 调解结束 而8日有消息传出小甜甜也选择策告 因此不用进入审理程序 男人都不会被判刑 虽然家暴案已经落幕 不过日前小甜甜又被宋先生爆料虐狗 双方在脸书上互相指控 而小甜甜也强调自己被指控虐狗是恶意抹黑 也扬言会对此提告 再度引发外界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